俄乌局势胶着了这么多天之后 双方终于同意举行谈判 据环球网2月28日报道 白俄当局消息称 乌克兰代表团将在普里皮亚集合附近的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 不带先决条件的与俄罗斯代表团进行会谈 与此同时 乌总统办公室也已确认 将与俄方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 普里皮亚集合区域进行会谈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还表示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负责确保在俄乌谈判期间 所有军事设备都留在原地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这次谈判持悲观态度 他表示 实话实说 并不相信本次谈判能有什么结果 但不妨让他们遇事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双方此前就谈判的时间地点等 诸多事想没有达成一致 这场谈判一度夭折 好在于最后关头起死回生 当地时间2月27日 根据联合国日常安排 联合国安领会将于美东时间28日15时 再度举行乌克兰局势的临时公开会 这场会议由部分西方国家发起 目的是讨论当前乌克兰的人道局势 其实 文物局势恶化 西方国家不但不促成和谈 反而一直在供货 当地时间27日晚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 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表示 欧盟27个成员国已决定向乌克兰军队 提供价值4.5亿欧元的一篮子武器装备 以及价值5000万欧元的燃料 防护设备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